大家好,欢迎收看说话搞笑视频 today我被一张图深深的吸引住了 拔掌那么大的鲍鱼,你们见过没有? 我表示我是没见过 先来了解一下关键词 是拔掌,不是整个手掌哈 而且这只鲍鱼的重量也就只有75到85克 我取中间值就算80克吧 我在想,80克的鲍鱼真的有那么大吗? 为了能亲眼看看 80克的鲍鱼都没有那么大 我现在就下单买三只回来看一看 好了,鲍鱼我收到了 可以看到这个送货源非常的贴心 随便找了个保鲜袋 随便的把三只鲍鱼放在了里面 而且还很随便的回家一滴水 就很随便的把它们送来了 收到的第一件事情肯定是称重 图中描述75到85克 那么让我来称一下吧 第一只78克 第二只75克 第三只76克 可以看到每只都能达到75克以上 要是再泡泡水的话估计能到80克 就算合格80克吧 接下来就是见证奇迹 不对是见证拔掌的时刻了 来来来,让我看看你有没有拔掌那么大 我不知道是我巴掌大了还是鲍鱼小了 它很明显没有那么大 再看看第二只 不用我说了 有巴掌有真相 感觉比第一只还要小 再看看第三只 这只除了圆了点 我找不出任何亮点 除了小还是小 我最后看了一下评论 我才谎言大悟 有两只加起来才110克的 也就是50克一只 有单只42克的 还有大的初期超重到91克的 不过让我惊讶的还是J1个 他说自己的问题可能是他的手太大了 没有凸显出鲍鱼的大 在这里我想说一句 果然是图片仅供参考 一切已收到实物为准 这次的网购重量没问题 主图也过于真实 大家觉得是我手大了 还是鲍鱼小了呢 欢迎在下方留言评论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